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你猜猜 这位古灵精怪的女孩叫张月 大家都叫她吉吉 23岁的她是东莞骑手圈里 为数不多高频骑行的女孩之一 当风一面春来的时候 非常的舒服和解压 无限的分泌多巴胺 都会无限的快乐 当初实习工资仅两千的她 第一台公路车居然花了一万六 但是她说 骑行是我的爱好 那我就很愿意为她花钱 从高中开始都有存钱的习惯 存钱的目的就是为了 买自己想买的东西 吉吉说 最初接触骑行的原因 是为了释放工作压力 谁知却慢慢骑行上瘾了 骑过去贵州 还有深圳看日出 去过福建 东山岛啊 还有汕头的南澳岛啊 当你看到 一个岛对我画上了轨迹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棒 风管的骑行庄围是非常棒的 铜峡水库和松山湖 收拾非常好的一个骑行的地方 周末就会有很多外地的车友 四驾二过来骑车 吉吉还说 他们的骑行不仅仅是看路上的风景 还可以有很多有趣的节目 云村骑啊 藏水骑啊 发现了有一些什么宝藏小店啊 都会在群里面相互的通知 然后大家骑过去 减少一点宵夜的罪恶感了 去吃美食拍照 就非常的欢乐 诶 冰哥 你都骑了十几年的车了 打架什么时候退休啊 没这么快啊 打算骑到老了 真的吗 我也是这么说的哦 这么巧啊 你也没定 用轮子去丈量大地 然后去看更好的风景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但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让我们在这座 感为人先的潮流之城 勇敢的出发吧